好,我们来说明卡帐的荧幕录影 在EDU 2015里面 最方便用的是卡帐 你只要输入卡帐 他会跑出荧幕录影 那如果在传统的选单里面,他会在影音里面 在影音里面 荧幕录影 那在EDU 2015里面还有一个 SIMPLE SCREEN RECORD 这一个 也是荧幕录影 非常好用 这是视力老师推荐的,所以我们准备了两套给大家 那现在介绍的是卡帐 卡帐录影里面 你自信卡帐之后 会看到这一个画面 滑鼠要不要录 声音 你要选择麦克风 那在麦克风里面,你当然要去调什么 音效设定里面 你的麦克风 声音大小要设定一下 你没有设定好,你就是没办法去录出 好的声音 或者大小适当的声音 这边特别注意 那另外就是档案格式的部分 档案格式里面 在Screencast这里 建议选用WEBM 这是Google 推荐的档案格式 YouTube现在也都是转这个 当然商业软体 你可以选择MP4 还有其他的影音格式可以用 那一般我们录了教材 可能就会想要网络上放 避免转档的问题 建议就是这两个 那特别推荐这个 当然卡帐你可以抓萤幕块 一般不建议 那卡帐的缺点呢 他没有Hackkey 所以你暂停你要选 点这个再点暂停 完成录制 这样就可以了 当你按下完成录制 这一段影片就被录成 一个WEBM的格式 因为我选择的是什么 WEBM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